诶 大家好 我是SKY 这一篇呢是Can We More的新秀观察 从他受章之前就已经写好了 毕竟原本是打算要跟阿曼一起出大补帖的 仔细想想是说这一季武原本是想要全部都出大补帖 结果到现在四支影片全部都写一写 就爆字数变成个人片 是怎样啊 那也不废话 直接进入问题环节吧 这里呢我直接先破题 我觉得We More目前是标准的 天赋很顶 但不太动脑的得分手 像Ken Radish Maru Hazelnia Kavin Knox 都是今年案例 那你觉得新秀年靠着更突出的体能和手感来掩盖求伤的他 能突破上述几位不如预期的前辈们的困境 变成真正的顶级得分手吗 就欢迎去留言区分享你的答案哦 前阵子快艇教练猜路才说 Ken We More让他想起出入行在暴动的Tracy McGrady 虽然不敢说完全同意的 但我确实可以理解他做这样的对比的原因 因为放眼全联盟We More 可说是本季最具得分爆发地的球员之一 上场不到18分钟内 就能缴出12.1分3.8篮板 换算成%16分钟的话 数据上 诶对只是数据上 那就是一份场局25分的成绩的 而为什么We More可以这么高效率的爆分 就如同整个联盟历史中的许多得分好手一样 很简单 就是超强体能加上出色外线加上无球跑动 好吧基本上只要这三样元素到齐 就是一个妥妥的爆分好手了 直接先看无球跑位吧 像这球传进第一位后 We More马上先尝试往底线去空切 但下一秒他注意到Sexton 发现自己在空切的 又注意到45度角的Aman 也跟着往内空切 所以一来Sexton的站位会从侧身 转为垂直底线来阻挡空切 于是马上预判出外围将会有一瞬间的机会 用爆发力快速一扭 往外relocate得到空间 而J墙边挡拆后 他一发现挡拆防守两人都在追防Fan Vlade 马上预判防守自己的Levin 会下沉去斜防Roman或底角 于是马上默默地往原本挡拆 发生的四属肚角去relocate 再次得到空间命中三分 接着这里更有趣 队友带过半场后发动挡拆 We More先丢到Dunker Spot 把自己的人给带上来 接着等他的人延迟斜防Vlade的蓝底 湖顶的人则下沉斜防Roman的神棍 在这一个瞬间 他马上在两人背后 加速往挡拆发生出relocate 并用一个快速的垫步重整重心出手命中 诶 这三个play很好的展现了 We More无求走位的意识 他懂得观察防守自己的人的站位 也善于观察队友切入后 空出的空间去relocate 且跑动期间非常会抓防守者 视线离开自己的瞬间 巧巧在所有斜防者的背后开始移动 利用这些小技巧去最大化 自己跑位后能得到的空间 OK 再来看这里 这里他交球之后 准备替Vlade射flare screen 帮助他摆脱大索Holiday 打到截球空间 而当他一发现 塞尔提克选择换防 且Holiday的站位是紧贴自己 没有挡在自己的蓝框之间时 马上运用爆发力反跑空切 爆扣蓝框 这里也是 湖顶先进行后卫替中锋挡拆 把对方的中锋换到外面 中锋再下去跟We More打手递手 这样就有机会进一步让We More换到矮小的McCano 让他更有余裕去用体能高举高打 所以这里Nismith选择往上阻绝他接球去避免换防 但We More马上对应反跑空切 并用劲爆体能直接像中锋一样 在斜防头上爆扣吃饼 且We More的反跑不只是往内 诶 他也能往外喔 像这里他跟Jalen Green打挡拆 McCano Bridges不想让他又往内空切爆扣 所以选择紧黏在他的身上 阻挡传球路径 结果We More先假装往下 再瞬间用爆发力反向往上跑 并用出色的手感直接直向跑动后 Kitchen就得分 这三个play則展现的We More 跑位的多样性 前面防守者没贴紧 We More就在他们背后默默的偷跑 而这里防守者贴紧他看防 他也能利用他们的颈跟 活用体能去反向跑动出其他的空档 且因为他启动空气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这样的特性也让防守他的人不敢轻易离开他 也就能最大化墙边队友去执行挡拆或是单打的空间 而最后We More 还懂得抓场上防守最薄弱的地方去跑动 让自己接球后能更轻松的取分 像这里他得到H Smith的错位 一看到墙边挡拆后Roman下去 又看到球传回墙边45度角 立刻看出罚球线周遭的空间 马上抓着自己的错位 跑到中间去要位 在进攻时间将近之下高举高打得分 而这里We More买一份的弱边底角 他看见队友也绕下来后 队友的防守者延迟斜防在蓝底 等待墙边的挡拆 代表自己的防守者现在处于一手二的状态 于是马上预判出罚球线的空间 等Roman下来牵制住延迟斜防的人之后 他马上往罚球线跑 破坏黄蜂的压迫防守得到空间得分 是的可以说的优秀的跑位观念 对应防守去反跑的意识 又懂得寻找现在场上防守最空洞的地方 再将他爆发力超强的加速启动 被干扰还是能砍尽的跳投手感 就是Wilmore成为联盟爆分好守的主因 而次要原因的话嘛 也不能理解吧 毕竟一个六尺七寸的摇摆人 又有顶级的体能 那个进攻容错率真的是超级高的 像这里面对护匡好守Kessler 他超远距离收球 正常人应该都会被盖成智障才对 但Wilmore就是能极限拉杆得分 而这里他把球抢回后直线攻框 直接在近乎罚球线灌弹的距离收球滑翔飞扣 再来这里他带球快攻然后运球绕掉对手 在完全没有助跑动能的情况下 直接原地弹起来隔扣两人 也因此看他快攻破坏地上 像这里他在三分线外就收球 然后一样在罚球线灌弹的距离 直接升空飞扣 至于剩下的像是什么自行一条龙带球爆扣啦 或者是从后方跟进直接跳得跟蓝框一样高 嘿对真的是跟蓝框一样高 然后直接撞扣啦 对于Winmore来说都只是日常日常而已 由此看到半场进攻 只要对位的防守者稍微闪神 Winmore强大的第一步就能直接甩脱对方直通蓝底 甚至像这里明明弱边斜防都过来关门了 他壮瘦的身躯 还只能直接撞开门 强行进入蓝底得分 也于是火箭用设计 他绕出两侧的off screen出来跑动接球 只要透过掩护体压延迟防守者一拍 他的怪物体能就会被解放 就让防守及时会来阻挡 已经加速开满了他 只要一个垫步冲击 就能直接创造上蓝空间 且如果防守提防这一招 火箭还能转为传球给中锋 再由他和同位置其动的Winmore手递手 此时只要防守者畏惧他的切入绕下 Winmore就能直接拔起投射 诶 没错 别忘了Winmore不只有体能 他还有浑沾天成的跳投手感 他的跳投姿势很类似Kevin Durant 和Anthony Edwards 非常平衡的起跳连接超高的出手点 最后才用手腕轻轻一扣去投出 搭配前面看过他不论从哪个方向绕出来接球 都能善用快速的垫步去重整重心 再连接回上述的平衡起跳 让Winmore有极高的43.4%3分Kits去准度 大空档3分的把握度更达到十拿九稳的51.8% 而既然投篮姿势很相似 那两位前辈最擅长的颜色墙头 Winmore自然也是好不好略懂略懂 只要能用垫步起跳抢到时间差 他的投篮又高又快超级难干扰 就算干扰到了他也能投进 可说是具备真正的无差别投射潜地 除此之外Winmore从大学时期就有很好的运球Pull Up脚步 能善用前后脚步的Cross Over去制造空间 因为他第一步超快 防守往往害怕他切入就会稍微沉退 此时他Cross Over的后脚就能拉回去 再次回到颜色墙头的部分 哎 超绝望的有没有 你贴紧他他就过人直接飞扣 你只是退步他就直接颜色你 就和他的无球一样一秒都不能分神 不然就会被他的体能给甩脱再也跟不上 好的 那讲到这里 基本上也就是Winmore的所有优点的 就是很好的无球跑位意识 顶级的体能跳投手感去提升容错率 但问题是 进入二月后Winmore三分命中率就掉到32% 下半季至今更是掉到总命中率44% 三分紧25%的状态 这个呢 就是因为容错率高归高 可是Winmore打起球来这个错的地方 好吧 实在是太多啦 首先看数据吧 Winmore这种有身材有体能的飞人 大家想象中他应该切入数据啊 快攻数据会很好看吧 但实际上Winmore切入命中率48.4% 不算差 可是呢也不算顶尖 更惨的是快攻效率减撑联盟32.9%球员 毫无疑问的是后段班的数据 而这是有许多不同因素加总起来导致的 第一是Winmore启动切入之后几乎没有变速变向 所以他的切入非常直线且节奏单一 有经验的防守者就能轻易算步数 预判到他收球上篮的位置 也于是就能提早抓站位去堵死切入度镜 或是埋伏在一旁起跳盖锅 再来呢 是收球时机 Winmore几乎都是在罚球限制收球 所以甚至呢 连收球时机也不太需要算 只要抓到上篮的时机就好了 反正他收球之后顶多也就两步 时机没抓好的话甚至只会有一步 导致他上篮的时候几乎都是被斜防踩死的状态 然后这时或许你会问 那前面不是看过他劲爆的垫步吗 这种时候不就是垫步拿出来用的时候了吗 我是不否认 但前提是Winmore真的有用垫步创造出空间对吧 可现实是 Winmore经常垫步不是为了用身体去清出空间 而是纯粹直觉性的 为了双脚起跳出手而垫步 因此根本没有算好垫步收球的时机变成过早垫步 这就导致他垫步完也根本没有扛出上篮空间 反而是垫步直接跳进对手怀中变成自杀上篮 再来第二个问题是 Winmore没有什么制造身体接触的意识 很多时候就算他用身体顶开防守者 防守者的手已经下压 他也不会主动在上篮的时候制造接触争取上罚球线 而是为被动的避开防守者下压的手 上篮到一半就切换成一些奇怪的小抛头放枪 而由此连接回垫步 像这里他明明就有顶出上篮空间 却没有延展自己的手臂去擦板 而是往后拉去抛头 结果就是放枪收场 事实上 Winmore这种上篮不稳定的状况还挺常发生的 既然不是缺乏买饭的意识 整体来看他上篮的技巧也还是有待加强 很常会用手感去乱扔擦板 而不会找出最佳的上篮角度去延展放球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Winmore快攻效率这么低的缘故 在他自行一人带球的快攻中 节奏单一路线过直收球过早等等各种问题都会同时出现 导致夹在快攻时前面有复数个球员 基本上就可以等着看Winmore搞笑了 因此在切入时常吃鳖之下 Winmore也就更常选择保守的投三分 但前面也说了 Winmore很多三分出手的选择都是颜色的强投 而当他又减少切入的选择想要投更多三分的时候 两者加总起来就导致近期Winmore的三分 比起颜色更像是烂投 只要他判断没有切入路径或是空间不太好 他很容易接球或是直接无脑的靠垫步起跳直接引拔三分 尤其近期越来越多这种出手 防守方也就会更加针对去压迫 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这样 他越来越爱投却也越来越不准 另外呢Win很不喜欢他竟然把跑动地手的战术转为无脑的三分 怎么说呢因为跑动地手多半是为了创造团队优势而做的 第一个人绕出来创造一派优势再切传给队友 队友在承接这个优势持续的把它放大 直到找到最佳的空档为止 这才是跑动地手的精髓也是使用他的主营码 但Winmore很常绕出来第一派没切住机会 他就会往后拉到三分线外一步 此时防守者没有跟出来 他就会选择直接拔那个远距离的出手 而且很长待过半场才要跑第一波战术 他就这样投掉 搞得团队进攻整个都打不太起来 队友还得要陪他折返跑 而在这些极其粗糙的比赛细节背后 你就能看出Winmore最根本也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的篮球智商 或者说是球场的判读能力也行 直观去看 当他接要求防守轮转到他身上时 一如前面说的 这就是队友把前面创造的优势交给他了嘛 而当防守轮转到他面前 那就代表由第一个队友有空档 此时再次extra pass 就能得出战术想要的最佳空档了 问题是每次传到Winmore那边 他就会直接中断这个优势 无视空档队友拼命要求的炙热双眼 直接防守着面前硬拔三分 而放大到整个队友场上布局 以及空间的理解上 Winmore也是随时随地都在搞笑 像这里阿曼获得中锋cranet的错位 场上最矮的prechart 则被换到Block身上 所以阿曼选择把球交给Winmore 并指挥Block却和他打挡拆 如果塞尔提克选择换防 Winmore就能得到一个超大的错位 而如果塞尔提克不换防 那Block就有机会 靠Winmore强大的第一步 获得时间差往外pkpop得分 结果呢 Winmore的选择是 一接到阿曼的善意 就直接出手 一秒都不浪费 散啦 还有这里 阿曼看见黄蜂中锋紧贴着玄 Lamelo也跟着Jalen Green 跟得很外面 由此预判出中度的空间 如果Winmore能善用他的爆发地过人 只要过掉这个人 然后湖底没有协防下来关门的话 他就能直接攻击蓝框 而确实他传过去 Winmore接球的瞬间 防守开侧身 中路和蓝脸的空间 跟海一样大 但Winmore的选择是 往回虚晃两下 直接投三分 赞啦 然后这里代球过半场 Jeff Green要求 准备低位发动战术 但黑洛尔积极的阻挠他要位 Winmore便决定取消战术 到这里呢 其实都能理解 毕竟就传不进去嘛 那到了24秒 都在等战术开始吗 可是他取消战术后 此时胡顶是会被放投的阿曼 Winmore要嘛 让阿曼来挡拆 试图攻打底线的空间 来回避湖顶的放投协防 要嘛就是Green去敌角 阿曼过来挡拆 让阿曼转为Roman 才能避免他被放投的问题 甚至是在交球回去给阿曼 跟JSJ打挡拆也都能够理解 但Winmore直接挥手叫Green让开之后 他的选择是 再次直接投三分 赞啦 对 这就代表他挥手叫队友让开 可是他心中 其实根本没想法 他想要做什么 所以挥手完 发现空间不太好之后 呃 嗯 就直接乱投三分 妈的好不容易手下一波之后 待过半场就被你这样直接投掉 真的是傻爆眼耶 更比如说防守端上 Winmore也是专注度超差 时常的队友守到最后的时候 乱跳 导致出现空挡 不然呢就是恍神没注意到队友去协防 没有轮转直接放人上栏 其余各种不专心的旋转门被过 或者是轻易的被无球掩护卡死 放出三分空挡等等 诶 总之呢就是心地都放在得分上了 防守大概只花了10%的力气吧 OK所以总结攻守来说 Ken Winmore本季唯一有彻底转移上NBA的技能 其实只有无球的跑动而已 剩下都是靠他天生的体难跳投手感去硬解 拉高他跑动后接球得分的容错率 并没有真正在接球后有对应的NBA等级技巧去创造空间 而这也正是为什么进入二月后他的数据明显下滑 就是因为他无球跑动的习性已经差不多被摸透了 防守就会刻意用站位去引诱他认为没有好的切入空间 将一来就能够诱使他拉回去投低效率的三分出手 也证明了只要防守加以针对 Wilmore还没有足够的球伤和技巧去破解 而也正是通过球伤和技巧的开发程度 这类型的得分摇摆人 我觉得通常可以分成两种 一种是战术型的得分手 另一种呢则是进阶到持球型的前锋 战术型得分手顾名思义嘛 就是在战术的指示内得分 战术会替他们设定好又做什么 球员只需要发挥技巧想办法把球搞进篮框就好 至于持球型要走向持球型需要哪些元素 在Brander Miller那支片分析的很详尽的可以去参考看看 说的简单点就是要能自己动脑去观察防守 去打击防守最薄弱的地方 而目前的Wilmore现在还在受贿于战术指示去得分的阶段 且毫无疑问的他距离能自行持球还有极大的一段度 而这里呢我想举一个对应的范蒂 那就是去年的新秀Benet Demeterin 他和Wilmore选秀前后的历程 几乎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体能超好外线很顶 在大学大概90%的时间吧 都只是按照战术指示去打球 但就是因为有那10%展现出自己能阅读防守去对应打球 而让我感到心动动 在选秀大补贴里面就给出了高评价 而Matharin去年入行也一样是先打Wilmore现在的定位 上场就是给他设计得分战术 用战术去制造更好的出手机会给他 让他拿到球的乱投也不至于会大量的伤害球队 可是本季第二年 六马开始试着让Matharin练持球的时候就爆掉了 因为生涯以来战术都替他做好决定 让他不需要想太多 现在他拿到球的时候需要自己发动 自己想接下来要干嘛 选项变得太多的时候 他反而就什么都做不好 而Wilmore近期的下滑就是这样 如果你先帮他把选项都先选好 这样他就很难再往上成长 可是把选项交给他自己去选 他就选择障碍不会打球了 更比如说现在Wilmore作为一个战术型得分手 他在战术上的价值我是觉得也还不够多元 之前给他的模板Miles Bridges 至少还会打高位跟Roman 也就是2号打到4号 偏向摇摆人 双能风都能做一手 可是Wilmore除了偶尔会打掩护空切 也就是Roman的部分以外 最重要的高位技能目前看来却是几乎没有 而火箭似乎也没有打算要开发 因此他的球风会更偏向23号的摇摆人 只能打跑动持船接应 而在这样的定位下 Wilmore要将天赋发挥到极限 下一季势必得持续加强他的Offscreen动态投射 来让他在战术无球跑动后能拉出更多的空间 拉出更多的低拍空间 或许他才有更多持球的余裕 也才有机会让他改善现阶段老师无脑断头的问题 开创出他进化为持球型前锋的机会 毕竟一如前述 选秀前我之所以还是对Wilmore抱有期待 就是因为他曾展现出那10%保持运球观察防守对应担打的前递 虽然Mathory的例子证明了大学的小样本很难有参考价值 但至少机会不是0嘛 这也就是看新秀的乐趣不是吗? 以此模版的话 假如他把高效率的持球弹打电出来 那他依旧可以是二当家的优质选择一名明星级的得分手 最好的模版我还是认为是选秀大补贴给的 加强版的Jalen Brown 又或者是控球能力差点的Anthony Edwards 应该也是有点机会 而如果持球的实验失败 Wilmore终究只能当战术型得分手 那除非往后几年火箭有让他去开发大前锋的技巧 否则原本的模版Miles Bridges应该是不太适用了 且必须说 近年他这种身材的锋线基本上 一定都会被抓去垫高位 不只是 Bridges像Tabas Harris Harrison Barnes都是很好的例子 因此Wilmore在缺少这项技能下 模版应该也会更加难找 翻半天我最后想到最像的 大概就是Michael Finley吧 壮硕的身材主攻得分 可是打法却比较偏向外围仗 啊如果球伤持续停在目前的低点 那Wilmore应该依旧可以靠天赋当个不错的得分手 可是就相对不稳定与低效 并且很难成为多数球队的先发选择 此时最好的例子大概就是 Kelly Oubre了吧 只是Wilmore 51 会是外线手感更好的版本 至于台路说的TMAG嘛 诶 我是觉得不会说不可能啊 确实条件是类似的 但TMAG的运球的脚步技巧 以及高低位的技巧都远剩太多 如果说是终极模版 或许是可以 可是我自己是觉得摸到的机会实在是太低了 且那件现实状况来看 在球上需要大概两年吧 去练之下 火箭已经有绝连Green Operation Gun 两个相对成熟的球员 加上火箭高层似乎偏向提早去冲击季后赛 他们到底会不会 给予Wilmore磨练持球犯错学习的空间 这终究是一个问号 更别说就算他最后只变成一个很能得分的球员 那对于先发核心算是齐全的火箭来说 那也是不差嘛 诶换句话就是 火箭并不需要Wilmore成为Edward 或是Brown甚至是TMAG 那火箭又为什么要牺牲战机去让他练10球呢对吧 所以从这里也能连接回开头的问题 在下半季目前数据跟效率持续下探之下 你觉得Wilmore能走出前辈们体能有余 脑袋不足的困境 成为真正的顶级飞人得分手吗 别忘了去留言区留下你的看法哦 好的 那Ken Winmore的新秀观察到这里结束 接下来预计会先出一支新秀大补帖 把大部分的新秀先给补完 然后呢再把斑马的个人片给做完 就还请大家期待啦 嫩嫩嫩 不是期待我又把大补帖做成个人片哦 咳咳 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 再见啦 我们下期再见